嗨,我是豆哥 今天,來介紹我徒弟的卡片 火死人的呼聲 在絕對者王國篇 祭司認為古種的戰力低下 決定來幫他平牌 難怪你只能當配角 只放這種程度的牌 根本就上不了T1 來,我身上剛好有些貨 就讓我來幫你強化一下 就在強化牌組的同時 祭司幫了另外兩名小弟 就負責去邀請城之內 簡單的打招呼後 便向城之內推薦 我們知道有一個可以打派的洞窟 裡面是夜總會 所以很陰涼 不需要開冷氣 也可以待上數小時 城之內聽聞後相當開心 於是他們帶了城之內前往洞窟 和守在裡頭的古種決鬥 在這場比賽的前半 古種就展示剛拿到的新貨 楷烏者 殺人小丑 輔地龍 欸不是啊 祭司,你曬這些怪獸就說是強化 難怪你只能當配角 沒有意外 古種的怪獸 全部都被城之內擊殺 但其實 這只是祭司射下的拳套 因為他在古種的牌組裡 塞了一張王牌 活死人的呼聲 從自己的目的 盡可能復活被對方破壞的怪獸 那些復活的怪獸 將會變成不死族 得到不斷復活的能力 且在每一次復活時 還會額外上升10%的攻擊力 古種利用活死人的呼聲 讓被擊倒的怪獸 以殭屍的形態復活 這些怪獸 雖然失去守備力 但獲得可以無限再生的能力 這檔城之內陷入苦戰 活死人的呼聲 雖然名字裡沒有目 但這張卡是以目的為背景 所以一般習慣叫他目呼 目呼發行於2000年 第二期第三彈 史卡的效果為 選擇五方目的裡的一張怪獸發動 將那張怪獸以攻擊表示 特殊召喚到五方場上 當這張卡離場時 該怪獸破壞 當那張怪獸破壞時 這張卡破壞 比較一下史卡與原作的差異 原作的目呼 是讓目的的怪獸全部殊生 並且變成所被靈的不死族 而史卡則是不會改變怪獸的種族 且只能復活單一怪獸 這兩者的效果天差地遠 為了交代原作那些被殭屍化的怪獸 官方就另外推出三張殭屍 龍殭屍 凱悟者殭屍 小丑殭屍 這些怪獸 比照原作的設定 全部都是首配靈 暗屬性 不死族 而且還都掉了兩顆星 在目呼發動成功後 他和那張怪獸 就會變成共生的狀態 目呼離場 怪獸破壞 怪獸破壞 目呼破壞 如果怪獸是以非破壞的形式離場 那目呼 則是換牙醫一樣 卡在場上 目呼是陷阱卡 除了在戰機的補刀 也可以在對方的回合擋刀 最重要的是 他惡數 且效果簡單 非常適合出現在Q&A 或是教學的解說上 我方作為連鎖2 發動目呼 這種書生類別的陷阱卡 非常受到歡迎 所以後來 就相繼推出各種形式的目呼 這些復活類的永續陷阱 我都用圈圈的目呼來稱呼 像是恐龍的目呼 電池的目呼 光櫃的目呼 光櫃的目呼等等 甚至是禁止 效果太強 就改張閹割板給你用 從這個策略上來看 就知道當年的目呼 有多強勢 他在2001年被限制 2008年被關 最後一直到2012年 才完全解除限制 霸榜多年的目呼 他的強度是無庸置疑的 但這個曾經的榮耀 卻沒有反應在他的價格上 因為他被刻到快爛掉 每當有新的套牌要發售時 除了新卡 以及一些高價的復刻卡以外 總是會有些機靈的空缺 K社不知道刻什麼 那就來刻目呼 所以說 這遊戲玩個十幾年下來 有個四五十張目呼 也是很合理的 美版的遊戲網經常改圖 這已經不是什麼新聞 針銅改成火箭 手槍改成雷射槍 那把目呼的十字架改成墓碑 這也沒什麼好大驚小怪 畢竟 十字架帶有宗教意象 為了避免被過度解讀 把十字架改成墓碑 是最安全的做法 K社在這方面十分講究 既然卡圖被換成墓碑 那在墓碑上 就應該要有碑文 我們將圖片放大 來看看上頭寫了什麼 K O V A M U I 有MU 那這串應該是希臘字母 把這些希臘字母翻譯成英文 可能會比較好懂它的意思 打開希臘字母的對照表 這串文字所代表的依序是 K O N A M I KONAMI 這塊墓碑是KONAMI 隔壁這塊也是KONAMI 隔壁這塊也是KONAMI 後面這兩塊還是KONAMI 這是在替自己打廣告嗎 還是說 這裡面買的 真的是KONAMI的員工 KON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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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NAMI